两人走着走着,南宫武的脚步却是逐渐地慢了下来,他突然对叶辰开口道 莫头,你累不累啊?我有点累了,不如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累了?叶辰面色古怪,以南宫武的修为,走这点路也会累 宣寒玉冷哼了一声道 哼,小子,这女子看来是被你吸引了,现在想要多和你单独待久一点 叶辰闻言点点头道,那就休息一会儿 时至黄昏,两人登上了一座耸立在云海之上的微牙 看着夕阳西下,将那云海染上一层金灰,这景致倒也颇为美丽 两人之间的氛围也有些古怪了起来,南宫武美眸之中映着夕阳的余晖 看向叶辰道 木头,你想不想吃点东西? 吃什么? 南宫武手中灵光一闪,夺出了一个浴碗 浴碗之中散发着淡淡的寒气,仿佛堆着一座雪白的山峰 山峰之上点缀着各色充满香甜气息的溪流 叶辰愣了一下,那山峰是以灵瘦乳制作的奶油冻结而成 而那各色溪流则是灵果研磨而得的果酱 这浴碗之中的食物竟然就像叶辰在地球上看过的冰淇淋一般 武道世界的饮食颇为丰富,但大多都是大赛 像这种甜点,却算得上比较罕见的 来到域外之后,叶辰还从没吃过类似的冰淇淋的食物 南宫武有些害羞地道 我喜欢吃甜食,但一直找不到令我满意的糕点 所以就自己动手,尝试着做了一些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呢 叶辰更加意外地道 这是你自己做的? 这可不是一般的菜肴 想做成这种甜点是要花心思的 南宫武有些得意地道 当然,我喜欢做这些甜品 我还自己做了一些糕点呢 保证你从来没吃过 说着又拿出了几个浴盘 浴盘上是各种散发着香甜气息的松软食物 看上去就像是蛋糕 而且还是无比精致的内容 叶辰看着那蛋糕和冰淇淋 眼眸不由地有些亮了 说实话,他也有些怀念这些甜点的味道了 南宫武看到叶辰的神色 有些害羞地道 当我不开心的时候 这些甜点就能够改善我的心情 所以每当我不开心 就会动手制作甜点 算是我排解亲情的一种方式吧 不过 我还从来没有让别人吃过我做的甜点呢 你是第一个 叶辰微微一笑 端起了冰激凌 尝了一口 眼中瞬间闪过一道光芒 南宫武制作的冰淇淋 竟是比地球上最高级的产品 还要可口千百倍 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首先 舞者的手艺是任何甜品师傅 或是机器不能够比拟的 而用料更是远超地球上的食材 怎么样 南宫武有些期待地问道 好吃 夜晨几乎是几个呼吸 就把碗中的冰淇淋一扫而空了 南宫武会心的一笑 端起了一盘蛋糕品尝了起来 能够有人喜欢他的甜品 甚至比他在舞蹈之上有所精进 还让他开心 突然 他微微一愣 直见夜晨正凝视着自己 不知为何 他的心跳有些加快了 正准备说些什么 可就在这时 夜晨却是开口道 别动 说着将手伸向了南宫武 南宫武美眸颤动了一下 呼吸愈发急坐了起来 他要做什么 他体内的灵力微微转动 可却是放弃了反抗 而是有些紧张地闭上了双眼 突然他感觉有什么 触碰了自己的嘴唇 南宫武重新睁开双眼 只见夜晨正靠近他的身前 拿着一张冰丝手绢 为他擦拭着嘴角沾染的奶油 南宫武只觉得自己的心脏 仿佛要跳出胸口了 世间万物似乎都在这一刻静止 电课之后 夜晨退回了原来的位置 举了举手卷道 刚才你的嘴角上沾了些东西 南宫武的俏脸 仿佛火烧一般 比之夕阳更加鲜艳 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用蚊子般的声音道 谢谢 两人吃完之后 便继续朝着三元太真门的方向走去 只不过南宫武的脚步 似乎是愈发慢了下来 简直就像是毫无修为的少女一般 闲停信步 一个时辰之后 夜晨与南宫武走入了一片金黄的花海之中 南宫武看着那花海 突然认真地看着夜晨道 木头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夜晨有些苦笑道 怎么了 南宫武指了指夜晨道 你的修为要加入三元太真门的话 有些勉强 所以我决定 我们在这花海之中修炼 现在 夜晨满面无奈之色道 你确定 不是想要赏花 南宫武理直气壮地道 当然不是 说吧 便盘膝在地上坐下 而后看向夜晨 目光闪烁地看着夜晨道 木头 你一定要好好修炼 我知道你的修武天赋很不错 只要好好修炼 我相信你能很快变强大的 这样也能获得三元太真门的认可 玄寒宇笑道 看来这丫头为了跟你多待一点时间 真是不择手段了 他刚才想说的 应该不是三元太真门的认可 而是曾爷爷的认可吧 哼 小子 你可得努力咯 夜晨闻言只得坐下 既然南宫武都开始修炼了 那他总不能干看着吧 南宫武深吸了一口气 将之前得到的黄金果全部取出 手指一点 那数十枚黄金果 便在灵力之下不断地浓缩 其中精华汇聚成了一枚黄色丹丸 南宫武拥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天经血脉 与这黄金果的属性极为契合 不需要特地炼制成丹药 便可以直接吸收 下一刻 南宫武体表之上 浮现了一层璀璨的皇宫 将那枚黄色丹药吞入了阴唇之内 而后 一股极为庞大的灵力 涌入了南宫武体内 这灵力渗透到了他的血脉之中 隐隐的 那血脉之中 竟是多出了点点金黄色的结晶 时间又过了几个时辰 突然 正在修炼之中的夜晨 却是突然一睁眼 朝着南宫武看去 微微皱眉 只见南宫武此刻被一团金黄色光芒所笼罩 但光芒之中的南宫武 却是面色苍白 浑身香焊淋漓 看起来竟是一副极为勉强的神色 修炼之中的南宫武 心神都已经慌乱了 和他预料的一般 那些黄金果 确实足以让他的天经血脉 进阶一个档次 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 过于强大的血脉 反而会对他的身体造成负担 如今那血脉之力 为了壮大自身 不断地吞噬着他的生机 再这样下去 甚至都要伤到南宫武的武道根基了 并且即便他现在停止进阶 也会受到反噬 从此 他的血脉 可能再也没有进阶机会了 一时间 南宫武几乎陷入了绝境之中 可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却是传入了南宫武的耳中 一道略显淡漠的男子声音 专心进阶血脉 不必担心生机不足的问题 正是叶辰 南宫武文言一愣 他选择进阶 最坏的情况可能会死 不过 他却还是选择相信了叶辰 下一刻 那包裹在南宫武体表的金色光芒 骤然一胜 顷刻间 宛若化作了一团熊熊燃烧的黄色火焰一般 而南宫武的声机 亦是飞快地下降着 叶辰手腕一番 施展鸿蒙古法八卦天丹术 不多久 一枚散发着极为强大的药力 拥有三道丹纹的灵丹 此丹 名为九转生骨丹 其作用便是弥补武者生机 这九转生骨丹乃是叶辰手中品阶最高的丹药了 不过 叶辰眼中金光闪动 却是没有将这九转生骨丹 喂入南宫武的口中 而是划破了手指 将一滴精血滴在了那丹药之上 光凭九转生骨丹 甚至都不一定能扛得住这天经血脉的吞噬 这九转生骨丹 叶辰只能将这当作药引 他真正用来弥补南宫武与生机的 乃是自己的血液 下一刻 叶辰伸出两根手指 拨开了南宫武的鹰唇与背齿 他的手指探入那温暖的小口之中 将那枚沾染着自己鲜血的丹药 放在了南宫武柔软的舌头之上 似乎是感受到了丹药之上的强大生机 南宫武竟是本能地伸出舌头 缠绕住了叶辰的手指 用力地吸吹了起来 滚滚要力瞬间激发了叶辰鲜血之中的力量 那庞大的生机涌入了南宫武的胶躯之中 一阵滚烫的力量在南宫武的经脉之中奔腾着 竟是让这略显轻致的少女一阵舒爽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英宁 而那天晶血脉感受到了这生机的涌入 便不再吞噬南宫武本身的生机 转移了目标 南宫武原本略显苍白的俏脸 也逐渐恢复了红润 一个时辰之后 那金黄色火焰终于收歇 一道强大的气息 自南宫武体内爆发而出 天经血脉紧接成功 南宫武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看向叶辰 突然想起自己方才 好像是舔了叶辰的手指 不禁再次红了面颊 可很快 南宫武便回忆起了口中 那枚丹药的气息 那气息他有些熟悉 南宫武凝视着叶辰 开口道 木头 刚才你为我的丹药 可是九转生骨丹 此准生骨丹 可哀 性骨丹 孔子兵 能够 试